那么因应近日疫情严峻 金风湘新兴村的青年会防疫小组是加强防疫工作 连杂货店的货车进入都要先喷上酒精消毒 才可以进入部落 而栽机变同样也是无法进入 统一的都在村子的检疫站来消毒完毕后 再由防疫小组放置在各家门口 因应近日疫情严峻 金风湘新兴村的青年会防疫小组 更加加强防疫工作 连杂货店的货车进入 也都要先在检疫站前喷上酒精消毒 才可以进入部落 我们就先量体温 实际体温OK的话 那就在他们的货物上面 就进行酒精的消毒 杂集片的部分我们就统一释放在检疫站 然后再由我们的防疫的人员送到他们家 除此之外 防疫小组也共同讨论出一些在防疫期间 可以提供部落族人参考的防疫小知识 与我们民众自主的防疫的部分是 我们都会在村里面的赖群组 或者是各个部落同一家族的群组 会发放一些防疫的知识跟知识 希望各位族人朋友保护自己 保护家人也保护部落 记者陈安如金峰祥报道